由东华大学艺创系教授罗美兰 艺术设计学系副教授田明璋 和音乐学系副教授彭翠平 带领着70多位策展实务课程学生 以越岭为主题策划了三场的展演活动 日前在意托邦艺文空间节目展出到6月17号 期盼可以从不同角度带领民众来看见花东越岭的多元风貌 国立东华大学艺术学院一年一度的异想在地方 有东华大学艺创系教授罗美兰 艺术设计学系副教授田明璋 和音乐学系副教授彭翠平 带领70多位策展实务课程学生 策划三场以乐岭为主题的展演 期盼让学生用艺术观察花莲影法族诠释生活的态度 也鼓励这些青涩的大学生如何与长者们进行深度的交流 那我们就是从年龄这个区块然后去想象说 就是如果我们到了60岁之后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那我们就是透过后来就是因为分成三组 三组都有不同的一种就是策展的方式 那我们就透过三种不同的载体去呈现说 老人们他们到底在他们这个岁数他们会的是什么 那我们看到了他们透过的这些载体 我们又认知到这些老人们在想些什么 深场展演分别为记忆显影 与六位长辈的交流 用影像文字与声音实体记录他们的回忆 那透过这样的所谓记录啊 重新再拍他们啊拿出早期的老照片啊 他们这样的收集你会发现他们跟长辈的关系 好像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他更认识了他们的阿公啊嘛 那我觉得也是这一门课一个很意外的收获 登高望远则是邀请花莲复兴部落长者 与台湾传统染织工艺师马芬妹 和花莲木雕工艺师蔡平洋 从染织工艺木雕工艺感受长者的生命故事 之所以会请布老合唱团 其实最主要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 还有因为我在连续两年的花莲回兰艺术节 跟这个合唱团合作过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演出水准相当的好 那所以刚好配合了这次我们热林的主题 然后我们就邀请了他们来演出 灵感时光则邀请白和圣火美学协会布老合唱团成员 举行自动性技法创作工作坊 伴随音乐家林道森远山旋律 在画纸上自以挥洒作品 展期自6月17日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蒋鹏彭华联士报导